东午节将至花莲市今年准备1131份超过3000颗的粽子 要送给市区的独居长者低收入户以及东区的老人之家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粽子将由里干市亲自送到府 不需要再像以往以前盖章的流程 只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避免接触 负责制作爱心中的厂商 把真好而且已经冷冻的荷叶粽 送到花莲市各个礼办公处 由里干市亲自点收 并且在冷冻保存期限内 由里干市尽快把粽子依照指定名单 轻松到府 花莲市公所表示 肺炎疫情紧绷 不过所有的社服作业并没有停歇 除了协助民众有关行政院纾困4.0的咨询服务之外 今年送给弱势族群的爱心中依然持续办理 因为中午假节即将到了 国内目前的疫情非常的严峻 各单位各机关都是以防疫抗疫为首要的工作 那施工所在今年端午节一样准备了 1131分的粽子 跟往年一样送给我们 逼收入户的朋友 还有独居的长辈 以及东居老人之家公非安置的长者 那因为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所以我们今年的配送方式有点不一样 那由各里干市轻松到府 那采取无接触的配送方式 那由里干市 就是确认家里的领取了以后 那在表单上面打个勾即可 那就是祝大家中午节快乐 希望这波疫情早日过去 那大家中午节就尽量不要出门 待在家里 共同为防疫来做努力 今年的爱信中将分别送给东区老人之家 公非安置的长辈 市区的低收入户 还有独居长者 总共是1131分 超过3000棵 里干市把粽子轻松到府之后就会离开 不会请本人或家属来盖浆 也希望花园乡亲在端午节离去假期 可以宅在家里 非必要请勿跨去移动 大家一起加入防疫抗疫联盟 期盼疫情可以赶快远离 借了一会欢迎市报道